各位網友、各位朋友、各位觀眾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段視頻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就是開平的滴海 一路走進來看到這條長安兩邊的建築物已經是破破舊舊 前面還有一片的陽樓騎樓街 這條是太平路 我站在這個位置就是太平路和迎賓路、中和路匯聚的十字路口 路上是車水馬龍 兩邊的舖面是關門外國 兩邊的舖面是延伸的 路上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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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如是大宗池一般人就不能进去参观 他正正位于在迪海的风采中学里面 我顺着这条东提路一路走到尽就是风采中学 风采堂其实就是如是大宗池也是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可惜一般人是很难进去参观的 除非你要提前跟政府部门、教育局那些联络 他会先让你进去看 在网上看资料介绍就很漂亮 他说可以比美广州的陈家子 占地面积有六七千平方米 这个如是大宗池风采中学 风采两个字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 如正 如正有些人说是福建人 其实他就是广东哨关曲江苑武契出身 他在北宋的时候做了大官 长话短说 当时北宋皇帝就赐了个名号给他 即是说他风采第一 其他还有很多的我就不记得了 所以在韶关亦有一条风采路 亦一个风采堂 都是纪念余政他们余氏的祖先 现在四一所有姓余的余氏 都视余政为他们的祖先 他们就是从百百多年前宋朝的时候 一直迁徙到过来四一这里 所以在上世纪民国的时候 即是1905年 海内外的渔氏中亲 大家夹钱 就在这个三江汇聚的地方 建了一个余氏大宗池 这个余氏大宗池不是传统那种建筑 它是侵了西洋文化 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 我现在只能走到门口这里 就不会让你走进去 我现在在门口已经看到 这个门楼就是后来建的 里面有一个排楼 那个排楼这么漂亮的 其实就是余氏大宗池 余氏大宗池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只能在外面拍一拍 这个余氏大宗池的一小部分 给大家看看 所以在广东很多 以风彩、风彩、堂、母溪路命名的 基本上就是纪念 他们的祖先余靖 这就是三光会合的三埠 形成了开平的 新昌、迪海、长沙统称三埠 风彩堂也是余氏大宗池 正正位于三光交会之后 据介绍里面还有一些城墙炮台 如是那些祖先为了抵御 旧阵士匪患 在这里建的一个闸口 在这里保障着四一台山、开平 这六都的安全 一路走进来 发现 开平旧城区之中保留最多这些 騎楼街的就是 新昌、迪海里面 这一座已经是挂牌毅楼了 你看一下旧阵士那些騎楼 那个跨度多高 这些騎楼全部都是 上世纪清末民初开始 一直到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那些华僑回来见的 迪海、长安路、新华路、中和路 没有溪路啊 没有溪路啊 听说 旧阵士全部都是这些騎楼建筑来的 这家一片荒凉 冷冷清清 基本上 都关门闭户 你如果晚黑夜点过来这边 可能真是烏灯黑火 公园路 这地方叫公园路 公园路 公园路啊 走到这边 对面有一座外场涂了黄色颜料 旧阵士都是工人宿舍 估计是一间机械厂之类 这些宿舍 你一看它的建筑风格 就知道 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建的 开平赤嵌镇那些 騎楼街 政府捨得花很多钱 装修一身 很漂亮 现在要收回票 其实要看騎楼 走过来 新昌 迪海 这边 同样一片 未翻身改造过的騎楼街 在千鹤堂 这座很漂亮的路窄旁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建了一座民居 正正正在十字路口 我看前一座对联 百年全盛继组叶 一手绝活救众生 这座民主 不密集 得到 借洛 在中和路這條橫路 裡面就有一座很漂亮的雕樓 這座雕樓大概是六七層高 樓頂的圍蘭石雕圖案的裝飾多漂亮 四個角不是半圓,是圓形的雕堡 樓頂沒有受到破壞 你看這些歐洲古堡式的雕樓 有幾震撼壯觀 這裏走出去就是中和路 從中和路轉過來這邊 就叫做風彩路 這條風彩路其實都是一條騎樓街 不過解放後 拆了很多 所以現在形成了 新老 所以現在形成了 新宅、老宅 夾閘在一起 這一座高高五六層的 宿舍大樓旁邊就有一座 華條老宅 左右全部都拆了 騎樓都建了一些宿舍大樓 估計這些都是就陣時的工人宿舍 貴足 這一座 騎樓又叫做竹筒屋 正面就很窄 你看看 縱心多長 三層高 最美的就是去鎮亂 一樓、二樓、三樓 那些西洋式的圓柱 還有 陽台 樓頂有一團團的石雕的鮮花圖案 或者是杯索鮮花圖案 全部一、二、三樓都看到 雖然鋁兒場被人推倒了 側面看裡面應該還沒有倒 估計還可以住人 不過 現在 不知道是 找不找到主人 旁邊那些就是 七、八十年代建的 居民大樓 荒廢了的 廠房 還有 對面有一堆這些倉庫 見證著 開屏 城市的發展歷史 很快 有些人 座小 旁邊 是 一、二、三、四 是 鎮 正下來的這片騎樓街 不知道會不會拆 估計都即將會舊成改造 因為我看到這裏政府已經掛了個牌 叫做迪海報項目徵收辦公室 其實就是一個拆簽辦公室 估計你再過十年八年過來 應該變化得很大 中和路這個三叉路口 這座老宅 余記商店 這條風彩路不知道是否跟風彩堂有關係 迪海這邊 我們看到的騎樓街 不知是否如是家族經營發展起上來的一個暴頭 這裏是幾條路的匯聚地方 對面那條迎賓路 我站著的這條就是中和路的路口 這座陽樓的正面 三樓的那個 滿洲花甲窗 又是另一種特色 它正面全部都是那些滿洲花甲窗 裡面就是降支防暴的 正正就在營均路口 這裏 所以至少和路上爭的玉台 在北上爭的地方 有兩種車子 在北山的地方 在北山的地方 谢谢观看